秦始皇是歷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他有著許多的創舉 包含車童鬼 書童文 當然還有大家所熟知的建造 萬里長城 但是在他的身上 也留下了許多的謎團 像是他的身世之謎 秦始皇亲生父親 到底是誰 還有在古書當中 十一記中寫道 秦始皇曾經接見天外來客 也就是據傳 他與外星人有過第三類接觸 甚至在他下風之前 一年之內連續出現 三個富翔之兆 都在暗示秦始皇大險將至 秦朝也即將滅亡 據說秦始皇找來方式煉丹 巡遊天下 建造臨寢 其實是道家修仙秘法的 三個步驟 秦始皇最後呈現了嗎 他身上還有什麼未解之名呢 請看資深記者 蔡真竹 鄭文德的神度報道 每次秦朝發生動亂 我都會來這裡住上一段日子 已經習慣了 王孫胸懷寬廣 在下佩服 來自秦國的落魄 王孫藝人在趙國當仁治 過得比普通老百姓還不如 但看在富商呂不韋眼裡 卻是他千載難逢的翻身兩極 呂不韋家裡世代經商 而他自己也經於經商 所以而立之年 就已經賺盡萬萬家財 不過他卻不以此為滿 因為當時商人地位非常的低下 是士農工商之末 呂不韋對此非常反感 經常在想要怎麼改變命運 秦公韓 韓又是王孫母親的故國 於公於私 你們母子都十分尷尬 王孫自己來到趙國 能贏得安國軍的愧疚 保住你們母子的性命 更進一步 可以積蓄力量 所以呂不韋發覺呢 藝人他是一個落難的貴公子 可是他有很強的政治實力 因此呂不韋就認為 他是期貨可拘 呂不韋挖掘到藝人這個期貨 馬上回家與父親商量 他問如果將一個失憶之人 培養成一國之君 可以獲利多少 呂不韋的父親回答 這收益將會多到無法估計 父子倆就此軍 決定請家產投資在藝人身上 可呂不韋覺得王孫住的地方 這門戶過於狹窄 在下不猜 倒是可以張大王孫的門戶 是我失禮 在張大我家門戶之前 呂兄是否先張大自家門戶呢 但是呂不韋就反過來跟他說 我如果想要光大我自個兒的門庭 我很容易啊 因為我是一個有錢的商人 但是我是要靠著光大你的門庭 那麼我呢同時沾光 所以藝人就一聽覺得 原來我還有前途可以圖謀一下 呂不韋巧舌如簧分析天下大事 更拿出一大半家產結交人脈 藝人整顆心都被呂不韋俘虜 他心事淡淡許下諾言 未來如果能成功繼位 願意與呂不韋共享情國 藝人與呂不韋關係日漸密切 有一天呂不韋在家中舉辦了一場盛大家宴 第一位出場歌舞表演的 就是呂不韋的愛妾造姬 據說呢這個人漂亮到什麼地步呢 按照實際的形容啊 是說他絕好 絕好的意思就是說 漂亮到你看了一眼以後 你就永遠都忘不掉 所以呢 藝人就跟這個呂不韋討要造姬 呂不韋聽得怒火中招 當場就想拂袖而去 但他心知這麼做 一定會壞他大忌 所以幾番權衡輕重之下 終究答應下來 將如花似玉的造姬送給藝人 呂不韋這次投資抱著破釜成舟的決心 不只送家產還送老婆 甚至於在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記載 他連自己的親生孩子都送了出去 根據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說 呂不韋跟絕色善舞的 邂丹美人造姬同居 知道造姬還有身孕 後來藝人跟自己所要造姬 就答應下來 但造姬卻隱瞞自己已有身孕的事實 已有了身孕 我要做父子了 是不是 那麼這個孩子應該就是呂不韋的 可是呢 藝人不知道就把他帶走了 那麼生下來的這個孩子呢 就是寅政 也就是非常有名的親神王 難道呂不韋是想偷天換日 為自己的前途打拼嗎 因為他的付出用盡心盡力 都還不足以形容 呂不韋注意到 藝人的太子爸爸安國君 他的政公華陽夫人 沒有生下子嗣 也因此遲遲無法確立繼承人 這就給了他絕佳的統治靈感 他帶著黃金千兩來到秦國首都咸陽 拜見華陽夫人姐姐 說華陽夫人沒有指示 將來年老色衰 下場恐怕會很悲慘 華陽夫人姐姐將這般話告訴華陽夫人 我曾經聽聞以色氏人者色衰而愛吃 如今夫人是太子得寵而無子 敢問一句太子百年之後夫人如何自寵 與父為你造反 那麼現在這個安國君呢 他準備立這個子溪為將來的接班人 但是這個子溪呢 向來就對華陽夫人不敬 所以也就是說華陽夫人根本 他就沒有呢 後續的永續經營的觀念 如果我是夫人 不如在太子的兒子當中 挑選一位德才兼備的人 成為自己的兒子 將來繼位為王 夫人勇享榮華 那麼這個人是誰呢 就是目前非常不得志的 在趙國為人質的藝人 因為你評估一下藝人啊 第一個他現在很不得志 如果你願意資助他 那麼將來呢 他一定對你呢忠心耿耿 第二個 藝人本身的親生母親下跡 形同在冷宮啊 他根本就不會威脅到你 雙方利益一致 華陽夫人馬上鎖動安國君 收藝人為四子 藝人的前途看似一片光明 但每一步都走得如履薄冰 畢竟身處敵國隨時都可能沒命 因為當時秦召之間懲罰人戰爭 其實藝人有可能被季球殺掉 那當時這個李博一看 放這邊總是一個不保險的情況 在這種兩國交戰的時刻 藝人這個秦國人質不殺不足以平民怨 呂不韋的投資計劃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 俗話說危機就是轉機 他當機立斷所為上策 那麼據說呂不韋拿出了六百斤 到處的疏通 那麼幫助這個藝人呢 藝榮 然後呢在先軍一把之際 終於跑到了秦國的軍營之中 回到秦國擺脫至子生活 藝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見楊母 也是他今後最重要的靠山華洋夫人 由於華洋夫人是楚國公主 於是藝人特地穿上楚國服裝 而華洋夫人一見藝人如此有心 立刻對她有好印象 於是大手一揮 給藝人改了個名字 叫做紫楚 紫楚好 好極了 這樣一來 全天下就都知道 你是我華洋的兒子 太好了 紫楚多謝母親賜名 這一改名等於整個楚國都是紫楚的後盾 將來成為太子 當上秦王更是指日可待 只是他在這頭風光無限 被丟在趙國的營鎮母子可就慘了 趙國人對陳趙齊沒有什麼看法 可是營鎮不一樣 你是跟秦國有關係協同的小孩子 那今天秦趙兩國打仗打成這樣 憑什麼你在那邊過得很開心啊 孫兒寡母留在邯郸受盡欺凌 紫楚怎麼會把親生兒子丟下 難道是他知道了營鎮的聲勢秘密嗎 不過在史記中還有另外一種說法 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 最為關鍵的趙姬懷孕嫁一人一事 完全沒有提及 反而是說秦莊襄王在趙國當侍子的時候 娶了呂不為的姬妾才生下秦始皇 我倆是上天注定的衣隊 不論何時何地 我都是你的夢友 你這一生都別想擺透 關於秦始皇的身世 史記當中的記載 前後矛盾 難道身為史官的司馬遷 是在暗示什麼嗎 其實真相很可能和秦始皇 同父異母的弟弟陳角有關 在歷史上 關於陳角的記載只有兩件事 首先是他十五歲初始韓國 成功要回一百里的土地 少年得志風光無限 沒想到第二件事 就是他在三年之後帶兵出征 直接投敵叛逃 這兩件事 到底和秦始皇的身世 有著什麼樣的關聯呢 秦仁 墨青 墨青終於等到你了 我回來了 我回來了 還剛對養母華洋夫人表忠心 轉頭就和生母下姬抱頭痛哭 多年來的稚子生活 讓子楚的腦袋很清醒 靠人不如靠己 與其當華洋夫人的傀儡 不如發展自己的勢力 子楚得到華洋夫人青睞之後 立刻去見自己的親生母親夏夫人 夏夫人雖不得寵 但畢竟是韓國中士 所以子楚去見夏夫人 就是要與母親背後的韓國勢力結盟 當時幾乎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婚姻要得到親生母親的認同 夏夫人就覺得說 正好我的派系也可以建立的 就幫子楚 找一個韓國這邊的韓系的一個 中式的公主當作是老婆 嫁給這個子楚 果然是我見有臉 風姿楚楚 母親成不妻 夏姬幫子楚選擇來自韓國宗室的韓夫人 婚後很快伸下城角 以夏姬為首的韓系外妻勢力就此成行 與華洋夫人為首的楚系勢力分庭抗禮 可是偏偏在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之久 秦昭襄王去世了 那麼安國軍就正式的即位 安國軍即位就是秦國的孝文王 不過由於這個首桑啊等等典禮啊 那麼等到孝文王正式的登機的時候 他只登機了三天就屏幕了 所以孝文王已死 那麼這個時候子楚也就是藝人 他已经被立为太子了嘛 那所以呢 当然就是他接班 所以这个子楚上任了以后呢 他就是秦国的庄襄王 秦庄襄王继位后 马上任命吕不韦为相邦 试图建立属于自己的派系 偏偏赵国为了示好 主动把嬴政母子送了回来 让秦国的外戚势力再添变数 嬴政母子回到秦国之后 秦国外戚势力一下子复杂起来 因为坐稳原配的韩国公主 这下变成二夫人了 而他们背后的韩戏势力 也遭到嬴政母子背后的 赵国势力威胁 王后 太后身体不适不便见客 请回吧 那我明日再来 那么另外一位扶植这个子处的华阳夫人 又代表的是楚国的势力 所以这个变成一个三邦势力的争夺 接下来秦国内部的派系斗争 恐怕会非常惨烈 偏偏秦庄襄王还来不及大显身手 就在三十五岁时英眠早逝 在位只有短短三年 有人认为是秦庄襄王 撞破吕不韦跟赵姬的奸行 也有人认为是吕不韦 想让太子迎政早点登基 好及早享受全寝朝野的成果 赵命 寡人以树化之年 奉先王之命 继任大秦王位 自知任重而道远 尚需客己勤勉 修其治国之道 方能秉承历代先王 一统天下之志 子尊生母赵氏为太后 居甘泉公 尊文姓侯吕不韦为相邦 称重父 西元前二四七年 明镇登基为秦王 年仅十三岁 秦国政局重新洗牌 眼看主少国仪 楚系 韩系 周系 三方外妻势力各显神通 都想分一杯羹 这个老太婆让我等这么久 老太后去哪儿了 说话呀 皇阳太后让太后在此等候 这后宫到底是谁做主 无论谁做主 我是你婆婆 你该当等候我 我觉得在这个三方势力的角逐之中啊 我觉得这个嬴政呢 虽然他年纪很小 他只有十三岁 但是他心里边非常清楚 他要排除的是赵国 楚国 韩国的势力 他要建立起来是属于他秦国正正当当的一股势力 也正是在秦国内部派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传出了秦王嬴政的绅士疑云 严重影响到他继位的镇统性 而他最大的竞争对手 背后有韩系施力撑腰的弟弟陈角 更在此时立了大功 陈角出使韩国的时候 韩国人就给一座割地一百里 给了陈角说 你回去秦国赠你的功劳 秦国看到你拿来这么大的礼物回去 因为对你的身份正要砍仇 此时不知为何 几日间就传遍咸阳 是说寡人不如陈角吗 是有这种议论 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大王之所以成为大王 只是比陈角公子年长几岁 西元前22年 秦王镇五年 陈角立下大功霍丰长安君 绅士大长 这一年他只有15岁 眼看威胁越来越大 秦王英镇也很沉得住气 终于在三年后 等到了出手时机 但是我们也看到 在成角18岁的时候啊 他竟然就私自奔逃 而且呢 他当时是领兵在外 结果当时这个陶庭 给他的命令 是让他进宫赵国 没想到他不仅没有进宫 他领兵在外 他就私自就这样子不战而降了 这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成角在18岁的前一年 也就是西元前240年 成角的祖母夏太后这个帝世了 那么夏太后一帝世 就表示说来自于韩国的势力没有了 就表示支持成角的韩国势力 要土崩瓦解了 因此成角只能自求多福 相邦有令 赢成角 攻敌叛国 孤陷霸武 其罪当诸 诸 就地处决 诸 诸 诸杀长安军成角 肃清韩系势力 到底他们干了什么好事 让秦王嬴政完全无法容忍 甚至赶尽杀绝 有可能的情况 因为成角是韩系的这个派系 那当时韩系的宗室 就不想让秦始皇担任这个情况 可是又不得不承认他存在 怎么办 不如诋毁这个秦始皇 说你就是李富伟的儿子啊 只不过这样的传言是否属实 也有学者词 不同观点 认为吕不韦就是个商人 商人嘛 最讲究的就是安全 吕不韦深谋远虑这么久 不可能在一开始 就埋下 因正没有秦王邪统 这个大隐患 不韦今生所愿 没有竭尽权力辅佐的明军 若能助大秦一统天下 今生死而无憾 吕不韦的成功投资 让自己名利双收 也让秦始皇之后 能够统一天下建立秦朝 但是很可惜 秦朝国座只有短短的十四年 据说会这么快灭亡 一切都是天意 因为秦始皇过世之前 连续遇到三件怪事 都是大凶之兆 而秦始皇驾崩三年之后 秦朝也跟着灭亡 他可能万万想不到 就是因为他重用李斯 才引发了处虽三户 王秦必除的诅咒 也成为了秦朝灭亡的 关键原因 韩国是战国七雄中 最弱小的一国 这让出身贵族的韩非很心急 因为他对治国之道 颇有研究 一心想让韩国强盛 免于秦国的威胁 韩非之前说 他跟李斯都同样于 这个师从荀子 也就是主张性恶说 那么性恶说 其实他是有接续的 一些个后续的措施的 贵旗士族们开山也变 不闻正事 恕人们追逐利益 抛荒不耕 如此难道是大王和丞相 想看到的吗 公子言过其实了吧 那么人性本恶 那要怎么办呢 那第一个当然 还是强调教育了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国家要以法令 来约束人们 不敢去犯错 韩非的想法 及法家之大臣 认为应该要 法术士并重 但很可惜 没有得到韩王的青睐 他一气之下 把所学通通写成著作 没想到著作流传到秦国之后 却让秦王嬴政非常惊艳 还说 我能假如能够见到 这个作者 并与他往来 就四额无憾了 后来秦王以战争为要挟 逼韩非出使秦国 这罢兵歇战 使韩人免遭刀兵之苦的机会 实在难得啊 请公子斟酌 请退兵 我是我秦 秦王嬴政一见到韩非 发现他说话结结巴巴 简直是大失所望 但看在身受重用的李斯眼里 却是胆战心惊 因为他知道 以韩非的才华与智慧 早晚有一天会打动秦王 李斯高齐床说 韩非这个人 本质这么大 能力这么大 你把他放回去 他反而被韩王用来打秦国 你怎么办 于是献祭秦王 说韩非怀有大财 如不收尾己用 将来必成后患 建议秦王将韩非关押起来 那秦王听了有理 就答应下来 当然他下狱之后 他觉得莫名其妙 他一直要说要面见秦王 或者把他写的一些资料 面秦给秦王 都被李斯挡住了 所以李斯后来就在狱中 把这个韩非给害死了 等到秦王知道的时候 为时已晚 来生再会 韩非遭到毒杀 他很可能就是秦朝火速灭亡的关键 因为之后李斯缴照帮助胡亥继位 严苛的施政风格 让六国百姓难以接受 而李斯的出身就来自楚国 难道这是楚遂三户 王秦必楚的诅咒吗 所以后来到了西元前225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秦国准备要罚楚了 因为秦始皇的目标是统一天下 当时秦始皇下令王俭 突然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的时候 六十万是秦帝国所有居力的存在 其事不可挡 全军撤退 正巧楚军因粮草告急 不得已挥施东旭 王俭趁机追击 在齐南大败楚军 一举攻破楚都寿村 楚王赴楚被俘 心有不甘的向燕 再立昌平军为楚王 但同样败战 昌平军战时 向燕致敬 公元前二三年 秦王正二十四年 王俭彻底击败巷炎 楚国灭亡 王俭率领大军渡过长江 横扫江南 设置快击军 秦楚两国向来就是世仇 西元前二二三年 秦王正二十四年 楚国惨遭灭国 王国之恨更是不共戴天 立下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的誓言 所以楚国非常地痛恨秦国 因此楚人就说 楚虽三户 王秦必楚 就是说即使我们只有三户人家 这个势力非常薄弱 但是只要我们有着报仇的决心 将来一定可以灭王秦朝 皇帝下下万天击击 正直适如破竹的嬴政 哪会把这种诅咒放在心上 西元前二二一年 他统一六国建立秦朝 自称始皇帝 秦始皇大刀阔斧 意气风发 誓言要建立千古帝国 直到十年后 也是他驾崩的前一年 出现了营获守心的不祥之兆 他终于体会到 被死亡支配的恐惧 陛下 陈昨夜夜观天下 竟然看见营获守心 此天下乃是大凶之兆 臣不敢耽搁 特来禀告 可有化解之法 臣愚钝 臣不知 那么这个营获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灾心 火心 那营获守心 就是说这个灾心呢 绕着这个心心就是天蝎座 由于火心代表灾祸 星宿的三颗心被视为是 皇帝 太子跟宿子 因此营获守心 这个意象被视为是凶兆 轻者太子失位 重则皇帝死亡 而古代皇帝最忌讳出现 营获守心 因为这个意象代表 荥获守心出现 该怎么解决 秦始皇都还没想出个办法 接下来怪事几二连三 就在东郡突然天降陨石 不得了啦 不得了啦 皇上要死啦 皇上要死啦 当然陨石没有什么新奇 可是这个陨石上边还有字 写着是地死而必分 那么这个地是谁呢 就是秦始皇嘛 因为秦始皇他不是自称皇帝吗 秦始皇获报之后大怒 下令将陨石最地的方圆百里之人 全部杀光 而且还下令焚毁这块陨石 即使杀人灭口也掩盖不了 秦始皇内心的恐惧与不安 因为冥冥之中 这股力量似乎越来越强烈 竟然在一年之内 发生了第三个大凶之兆 秦始皇当时 因为他许席天下 在游行的时候 活的时候 突然之间 有人就拿出一个壁 就要说打到这个壁上来 这不是八年前巡游祭祀时 陛下亲手沉入江中的那一块吗 那这个人怎么会从湖里边 找出这块玉壁呢 这个人到底是水怪还是神仙 而且这个人呢 说了一句话 说完之后就不见了 这句话是说 今年祖龙死 祖龙指的是谁 那就是秦始皇啊 所以就说绿岩呢 今年呢他会再劫难逃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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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吗 快穿太衣吧 是 陛下 果然秦始皇在隔年西元前 二亿零年驾崩 三年后各地反秦势力四起 秦国面临灭亡的命运 回过头来看 难道真的是诅咒的力量吗 第一个 李是楚国人 李是杀了韩非 秦始皇的帝国没有撑那么久 也是可能没有用韩非 这种极纳臣比较柔软的方法 龙君 咱们复杵 就从这剑 从脚下踏架的无中开始 第二个是当时的陈胜吴广 他们也是楚国人 那其实像后来刘邦 曾经做楚国人 像也更不用说了 所以等于说 后来推翻秦帝国这些人 几乎都跟族有关系 可能是个巧合或是天意 大秦王自应 邪王族臣子 供获佩宫 秦始皇称呼自己为 世皇帝 就是希望秦朝能够千秋万世 甚至他不立皇后 也是为了能够长生不老 请继续锁地 现代启示录 欢迎回来 秦始皇自从统一六国之后 就开始为他的千古工业铺路 希望能够长生不老 长久统治 后人研究发现 秦始皇有很多的举措 都和东晋的道教经典 报仆子中的修仙秘法三步骤 不谋而合 像是传说他的后宫嫔妃 子女都很多 但是却没有人知道 秦始皇的皇后究竟是谁 据说背后的原因 就是为了长生不老 请看资深记者 蔡真如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秦始皇后宫家里众多 据说他把六国美女都收归己有 但这些女子 史书上却没有详细记载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有一位来自楚国的宗室之女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父亲 不是在华阳夫人的支持下 才能够成为太子吗 因此当时呢 秦王正的时候 他的婚姻是谁操控 是华阳夫人 那么华阳夫人来自于楚国 所以呢 当年秦始皇所娶的这个 应该是楚国的公主 那么生下来 他的嫡长子就是扶苏 所以扶苏其实他代表的是 楚国的势力 欺骗大牢 你夫人已经生了 是位公子 男娃 那寡人有儿子了 恭贺大王后继有人 大秦万年 生下了皇长子 扶苏生母成为最有可能的皇后人选 只是翻篇史书 却找不到相关记载 也就是说秦始皇也许 根本就没有皇后 秦始皇后来当皇帝之后 他后宫一堆女人 有可能各国来的派姓也多 所以秦始皇觉得 哇 这个立谁当皇后 皇后是母仪天下 那都用一个派姓之身 他觉得很烦 也有人说 秦始皇有强烈的怨母情结 因为他的母亲造姬 私生活混乱 还为了情夫 想要谋害亲生儿子 种种举措 都让秦始皇对女性产生了各种 以律根不信任 常有公事弥烂 爱妻善权之乱象 乃至颠覆政局 危其国本 我大秦 力至东出异统天下 见万世之弘焰 绝不能有此乱象出现 还有一个可能性 秦始皇热衷求先 希望能够长生不老 那既然可以活那么久 皇后却不能陪伴自己一辈子 倒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立皇后 赵明 秦始寡人时 之后是万代君王 永不立后 到底是什么样的修仙秘法 让秦始皇如此着迷 在晋朝方式葛宏编撰的道家经典 报仆子中 就记载了上古时期 有所谓的成仙三法门 第一个是天仙 什么样的天仙呢 就在重不可危之下 他飞起来了天仙 就是我们这人啊 吃不了什么东西飞起来的天仙 成为天仙 这是秦始皇最想要达到的境界 那么得要怎样才能飞升成仙呢 没错 就是让秦始皇相当着迷的炼丹 陛下 快 陛下 快快快 快去叫卢生 拿剑弹药来 快去 是 其中最早受秦始皇信任的 就是卢生 他声称自己懂得炼丹 能炼出长生不老药 于是秦始皇让他在宫里主持炼丹事宜 快点啊 陛下 他当然要了很多的钱 要了很多的经费 可是这不可能炼出来的嘛 天底下根本就没有不死的仙药 卢生炼丹一炼就是三年 最后果然失败了 但他总不可能直接跟秦始皇说 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仙丹 他开始添花乱坠说得煞有其事 而卢生为了保命解释说 这么多年都练不出仙丹 估计是有恶鬼从中作祟 于是他呼隆秦始皇说 君王不让下属知道自己行踪 就可以避开恶鬼 如此一来 真人就会来主动见你 而长生不老药 自然可以水到渠成 如果说要避开恶鬼 让行踪飘忽不定 最好的办法不就是寻衅天下吗 秦始皇听了卢生的建议 马上深信不疑 因为这和道家修仙的第二个法门 不谋而合 第二个是地仙 就是去山里巡游 不见了 失踪了 后来就跑出来了 这是地仙 既然练不出长生不老药 那就直接去找仙人求取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几度寻游天下 除了要看看他引以为傲的大秦疆土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鸣山之间 找寻仙人的踪迹 根据史记记载 秦国历代帝王都笃信神灵 有祭祀鬼神的传统 沉浸在这样氛围的秦始皇 当然也向往神仙 就被当时的靠海的烟旗之人 知道了之后 他们就想尽办法 要赚秦荣的钱 互通秦始皇 陛下 草民连年出海 遍访仙山 去求那长生不老之药 好几次曾抵近蓬莱仙岛 却偏偏在大海上 由聚焦为碎 兴风作浪 阻挡住草民的海船 秦始皇对仙丹的痴迷 果然引来不少骗子 西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东旬 来到了接近东海的狼爷郡 遇到了一位方氏徐福 自称是鬼谷子高徒 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他告诉秦始皇 传说中的仙人 就住在海外的仙山上 因为据说海外有三座仙山 就是蓬莱 营州 跟方丈 你看这个日本的富士山 它本身有一个外号叫做 不死仙山 也有一个外号它叫做宁州山 所以也代表了一个神秘的力量 陛下 似神甚成 按说那仙人早已知晓 岂有不予仙药之理 只是若求得仙药 必先诛杀着聚焦不可 西元前210年 秦始皇再次来到狼爷郡 要问徐福求要之事 徐福害怕秦始皇加罪于他 便谎称自己有登上童来仙山 只是仙人嫌他礼物太少 没给他仙药 所以我要更多的钱 更多的人去求 秦始皇当时 比如说鬼迷心窍 都给他3000个童男 3000个童女 给他一堆东西 而且给他五种植物的种子 又给他一堆工匠 未了 全在 为朕召集一百名善射武士 备上上好弓弩 朕要率领他们成州出海 寻纳海神 徐福带着大批物资 从此一去不复返 秦始皇即使再怎么相信神仙之术 这下也应该知道自己受骗上当了 两个方式拿了钱却交不出仙药 担心受罚就私下骂秦始皇 说他刚毕自用 专任刑杀 迷恋权力 不配享有仙药 骂完就给他跑囉 所以所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坑杀的大部分其实就这些妖言惑众 在这边胡说八道 带动风向的这些个方式 儒生当然是有 可是不是那么多 秦始皇的修仙之路 一波三折困难重重 他的身体在高强度的工作下 也一天不如一天 他还能继续相信 这些满嘴胡说八道的方式吗 也正因为前两种方法都失败 秦始皇才会想在最后关头 赶回自己的灵寝 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死后蜕变 成为师姐仙 秦始皇的性格 精明又多疑 像是长生不老 这种听起来 就像是天方烈谈的事情 他为什么会相信呢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秦始皇的身上 留下了许多的谜团 其实多半都和他追求 长生不老有关 像是所谓的坑儒 坑的就是诈骗他的方式 还有到现在 都还没有完全开挖的 秦始皇林 里头的设计也都是秦始皇 为了能够成仙而做准备的 据说秦始皇之所以对神仙之术 深信不疑 就是因为在他二十岁的时候 为国曾经发生 子儿复活的真实案例 这也是他最后要尝试的 道家成仙法门 师姐仙 请看资深记者 蔡真如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道家得到成仙三种法门 高等法门可以白日飞升 中等法门必须寻访明山 秦始皇的修仙之路过程坎坷 前面两种法门都失败 他只剩下最后的下等法门 死后蜕变成为师姐仙 也就是说战时保留你 原来的这个大体 有一点像埃及的 木乃伊的概念 就是说这个灵魂战时离开 陛下 你又不舒服了 快点 快点 根据北京大学 珍藏的一批琴带竹简 其中的第三卷照正书 就是有关秦始皇的贴身记录 里头提到 秦始皇自己也有占卜 预知未来的本领 秦始皇寻游天下 走到博仁时突然生病 哭着跟左右的人说 天命难道不可更改吗 我给自己算命 五十岁会死 但不知具体月日 才会寻游天下 想用这种方法逆天改命 但今日病重 恐怕是没得救了 现在日夜奸程 前往白泉之治 这里的白泉是摆的通甲字 所谓的摆泉是指秦始皇临情礼 用水银做成的百川江河大海 也就是说秦始皇最后想去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临情 到底秦始皇的临情礼 有什么秘密 他非得在临终之前赶回去 根据后代考古学家探勘 秦始皇临的拱含量 是一般正常土壤的八到十倍 这些大量水银 不只代表了百川江河大海 还是秦始皇准备成为 尸解仙的法宝 那他们认为说 应该秦始皇死后灵魂吧 会到这个高台上面 看他底下布置的江河 或什么东西的 那等于说秦始皇把他临情布置成说 我就算死掉以后我呈现了 我会看一下我的江河的一个小模型 一个天下的情况 另外水银还具有防腐的功能 当然可能秦始皇如果呢 他有一天真的要这个起死回生了 那么他要找到他自己本身的躯壳 那么水银有防腐的功用 秦始皇利用水银的特性 聚气引流保持阳气 更重要的是维持师身不符 因为他迪迪确确听说过 死而复活的真实案例 近年来出土的 天水放马滩情节中提到 秦王正八年时 有个魏国人叫做丹 因伤人羞愧自财 但死后三年却复活了 之所以能复活 是阴间认为他最不致死 让他的灵魂重新回到肉体 当时就有人问他说 那你怎么回来的 第一个我虽然肉体有损伤 到回来之后 肉体慢慢地复原复原复原 就跟自财一样 这样神奇的故事 无论是真是假 可以肯定的是 反映出先情时 有所谓失解线的概念 以及想要成功 必须维持肉体完整 达到永生 那么将来有一天 如果他真的能够 起死回生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找到 他的不坏之身 那么就可以恢复到 真正的秦始皇了 儿党醒于尖 朕必须夺回天下 决自由于患 秦始皇虽然无法长生不老 但也许将来有一天 会从秦皇陵当中 出土栩栩如生的秦始皇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朋友 一起上现代启示录 YouTube订阅跟分享 我是张颖家 我们下次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